2024年天后冷暖异常 龙眼地质果树 开花率不佳 开花就开很少 你看这全部都没有开 花蜜不足 蜜蜂闹饥荒 全台产蜜量大减 像去年还有到40桶 那今年可能甚至要不到10桶 气候变迁并非首次冲击蜜蜂与蜂农 我们如果在产不到蜜的状况下 表示说气候对于植物有造成一部分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就要思考说 什么样子的植物是适合现在的气候种植 那可以生产出 就是让蜜蜂真的有食物来源 蜜蜂生存和产业瓶颈正待突破 2018年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计划启动 苗栗区农业改良场 着手盘点全台蜜粉园潜在植物 耗费四年昆虫学家徐培修走遍台湾原生领地 一点一滴记录蜜蜂的喜好 可能就是预设说我站在一个定点 然后我就看我能看得到的 这个比如说是三公尺乘三公尺这样的范围内 那只要有蜜蜂 只要有蜂类来 我就去记录说它是来了多久 定点定时 徐培修观察蜜蜂的访花行为 找出他们偏好的蜜粉来源 比如说我现在观察一只蜜蜂 它现在在这一朵花开始访花 然后我们就开始计时 那它现在已经离开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给计下来 一步一脚印 苗改厂调查发现 台湾原生山林当中 有高达202种蜜粉原植株 让蜜蜂横跨一年四季 不同海拔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原来丰富的蜜粉资源 一直都在我们生活周遭 这个你现在看到这个小花 它叫新叶水薄荷 那这个小花就会有蜜源 可以提供我们的瘦粉昆虫 一个很好的洗手 点点嫩白 像星辰掉落在绿地中 星叶水薄荷成天盛开时 招风引蝶 花草自带清香 生长迅速 能抑制其他害虫和杂草生长 是农田里的自然管理员 农民是可以把它翻根 到土里面当作肥料 那也可以增加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质 像我们推广这个草生栽培的部分 也是希望农民减少食用农药 然后让不管是兽粉昆虫或者是天底昆虫 它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漆地 然后对我们的农业是会农业生产会有更好的帮助 有山蜜蜂的同时也兼顾农业守护土地 调查计划的愿景是打造一张绵密的绿色生态地网 如果今天环境中的蜜粉源增加 那摄取这些蜜源或粉源的昆虫量也会增加 那昆虫量增加相对它上端有关两栖类或者是鸟类 吃这个昆虫的物种也可以就是增加它的多样性 完整的植物生态网中不只有草花 也搜罗了作物 绿肥 藤蔓以及高耸的林木 当蜜蜂能获取多样的食物 对蜂蜜产业来说也将开启风味的新里程 这个是绅士红蛋笔 在北部的蜂农就会采这个绅士红蛋笔的蜜 那算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蜜啦 因为它的栽种面积目前还是比较小的 绅士红蛋笔是台湾原生树种 也是夏季的蜜粉源植物 对蜜蜂来说具有强烈吸引力 柴蜜的风味酸甜属于稀少的森林蜜十分珍贵 那如果它在造林的同时又兼具有蜜粉源的功能 那是不是就多一项服务的价值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在兼顾既有的需求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可以让它有更加值的空间 而台湾枉域的山林中还有更丰富的蜜园 岛上森林覆盖面积高达百分之六十一 其中有至少七十八种林木属于蜜粉源植物 将可为蜂蜜产业打开一扇窗 跟着造林团队我们来到新北平林深山 走进隐藏在草丛中的小径 徒步登上山坡 眼前豁然是一片新生的蜂蜜森林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区 我们规划的就是大头茶 山茶科的一个树种 那它可以长得再更高 它每年开花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蜜蜂来这边采蜜 三年前林业保育署在五公顷的林地上种下大头茶 属于冬季的次药蜜粉源植物 如今与人齐高的树梢上 已经结出果实 成功受粉 不是所有的都是蜜蜜的植物 比方说它要生长期长 然后它开花的数量要多 以及它的生态幅度是比较广的 它可能是比较偏向阳性植物 因为它的生长期比较短 它从种下去到会开花的期间比较短 那这样可以让蜂蜂比较快有一些花的蜜圆 可以让蜂蜜来采收 采放途中天空降下青藤雨 在雨丝笼罩中我们往山林行迹 还有一片森氏红蛋笔 正在它的原生地成长茁壮 走近一看绿色的枝鸭上 已结出细碎的嫩绿花苞 等待绽放雪白花瓣 它的蜜不易结晶 然后很清香 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到它的花苞了 它的花大概是五月底六月 也可以补充 就是我们的龙眼荔枝蜜 在二月到五月的产季 过后延续的一个蜜圆树种 暖化的这个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它不会更好 所以能够来鼓励苓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去种这些 适合让蜜蜂采蜜的这些森林 可以不仅是可以加强它的气候的调试性 其实它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它可以缩短蜂蜜生产的一个食物里程 孕育中的森林蜂蜜基地 未来或许将改变蜂农 逐花季而奔波望天虎口的生活 当天气变化影响花旗 养蜂人向林保署提出申请 就能带着蜂箱 进入遍布全岛的山林彩蜜 森林蜜的出现 或许将是养蜂产业复苏的曙光 养蜂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去解决在环境上面 其实就是食物来源不足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环境里面提供 对于养蜂业更友善的棋地 来让养蜂不会遇到这么困难的瓶颈 气候变迁是一趟不可逆的旅程 唯有我们持续提升对环境的认识 重新审视对待环境的方式 才能化危机为转机走向新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